这个摸上去非常的QQ弹弹 在前段时间呢 这个槟榔不是挺火的嘛 然后关于这个上架下架的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呢 怕那个槟榔啊买不到了 所以我就提前囤了一些 但是现在呢 我借槟榔呢 已经借了差不多两个月了吧 这个槟榔呢 买过来呢 真的是扔呢 觉得可惜 不扔呢 又觉得放在这地方又碍事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槟榔 作为原料 来做一些比较特别一点的美食 这个槟榔的名字呢 叫真带进槟榔 这样呢 一带呢 是110克槟榔 总共三带 330克 保质期值得60天 这个东西啊 它是100%过期了 因为这是去年买的 今天我们用这个槟榔 做的东西呢 特别特别的简单 我相信有的人呢 在家都做过这个果冻 各种水果味的果冻 什么西瓜味的呀 橙子味的呀 菠萝味的呀 那今天 咱们就来做一个 槟榔味的果冻 看这个槟榔里面 就是这个东西啊 就吃了会让人上瘾 而且会损害我们的口腔 嗯 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 那个小零食 无花果 就是那个8090的小零食 就跟那个无花果的味道 差不多的 闻着啊 伴随着呢 还有一点点的刺鼻 哦 330克槟榔 全在这里了 今天咱们搞事啊 搞个大的 咱们现在开始制作槟榔味的果冻 来我们直接这个锅里加水啊 先把这个槟榔给它煮一下 直接开大火煮 哎呦 兄弟们 这果子都煮大了 先把这一个槟榔给捞出来 准备一块干净的过滤物 把这一个残渣 给它过滤出来 这一碗啊 就是槟榔汤 槟榔汤重新倒到锅里 锅里倒入40克白凉盆 再来30克白糖 把白糖融化之后呢 咱们给它煮开 煮开之后关火 倒在盆里 放在冰箱里哈 三个小时 已经冷藏了三个多小时了 瞅瞅 我们的冰篮果冻做好了 哎呀 这个摸上去非常的QQ弹弹 来咱们给它切开瞅瞅啊 哇真的跟果冻一样哎这玩意儿 证明咱们勇气的时候到了 简单的先尝一口 冰冰凉凉的 而且回味起来的话 就跟以前吃槟榔的时候 嘴里那个味道是一样一样的 刚刚入口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的苦 后来呢就是很甜 甜到发泥 真的跟果冻一样 怎么咬都是咬不碎 这吃第三口的时候就完全吃不下去了 吃过冰篮的人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刚开始第一次吃冰篮的时候 就有点呼这个嗓子吧 现在就有点呼嗓子了 怎么感觉有个东西是咽不下去的 这个东西只能吃两口 第三个我真的就吃不下去了 咽不下去 不管咋说 咱们是把这个冰篮呢给它消灭了 因为毕竟放了挺长时间了 这个东西已经过期了啊 我就想试一下这个冰篮口味的果冻是什么样的 没想到啊 一如既往的难吃 好在是我已经把这个冰篮给戒掉了 以后这个冰篮呢绝对不会再碰 而且长期食用冰篮的话 对咱们的口香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以前我吃冰篮的时候呢 就是就一直嚼 嚼到最后我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不能吃酸的了 不能咬硬的东西了 每次吃酸的吃硬的东西 就是牙齿会非常非常的痛 我戒冰篮两个多月了 现在是酸的能吃了 硬的也能吃了 我觉得还是早戒早好 这个东西真的是做成果冻都这么难吃 冰篮味的果冻啊 做出来了 难吃的一匹 然后还有在这里呢 还是奉劝大家 冰篮早戒早好 最好呢 还是不要再碰那个东西 我是身受其害 本期视频咱们就拍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本期视频点上一个赞 下一点见 拜拜